昨天录影的同一时间 公布了这个数据把我吓坏了 但是我们前线的分析师都很专业 他们说早就在预料之中 而且可能不是接下来 最后一次可能才是刚开始 国八卫公布最新的景气信号 11月的景气信号 一口气大跌了6分 13年以来最低迷 目前已经转为景气低迷的蓝灯了 好 第一颗的蓝灯 今天我们要请专家进一步的追究 到底过去几次亮蓝灯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第二个时间可能会拉多长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 对股市有多大的影响 我们把这种则答案交给汉伟 汉伟请您上台来 好 帮我们追究一下 当然在过去有好几次的蓝灯 你可能都还没出声对不对 我们推算过去几次什么原因 对啊 你可以看到 其实过去几次的蓝灯 这个时间非常久远 拉到最长是这个 二次十二危机在1995年的3月到11月 连续九个月蓝灯 那从蓝灯第一颗开始 一路跌到蓝灯结束 这个是股市 这个是股市的表现 对不对 好 这是月K 对 月K 所以第一个蓝灯一亮 就开始上面崩盘 崩到这一颗蓝灯 开始转为黄蓝灯之后 股价还开始变成一个反弹 那第二次在这个网路泡沫那时候 从2000年的12月份 到2002年的2月份 连续15颗蓝灯 但股价是先跌再涨再跌一段后面再往上 所以这15个月15个月是一年多 对 但我觉得如果以网路泡沫那次来看的话 你可以发现到它是很快速的急跌 连续急跌到这个景气出现衰退之后 它就出现快速的跌升反弹 但后面景气没有跟上之后 股价还是有再重新回到一段的一个下跌 那再来看下一次金融海啸蛋 大家也都熟知嘛 一样景气亮蓝灯的时候 它其实才跌到半山腰 后面开始出现快速的补跌 但大家发现到 它其实在9个月蓝灯当中 大概第4个月第5个月 股市就已经开始出现落底的讯号了 那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有所谓QE的一个政策出来 所以让人为的介入 让这个股价提前出现落底的讯号 所以我们以这样一个时空背景来看的话 欧债危机也是这样 连续10个月蓝灯 一样有所谓的政府的介入 所以看起来股价就开始出现 蓝灯你好像第一颗第二颗第三颗开始买 后面就开始出现赚钱的情况 2015也是一样情况 一样是10个月蓝灯 但股价几乎是前面3个月出现了一个蓝灯 后面你大概第3个月第4个月买 后面股价就开始往上走高 所以代表说 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 都是因为资产相对有所谓的QE的动作 让整个资产价格出现比较明显的走高 那我们讲说这一次的状况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先来去做一个假设 就是说现在在明年我大概看不到QE啦 也就是说明年大概就是什么时候开始降息 对还在做一个收资金的动作 所以明年的蓝灯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像这个 当初没有QE的情况一样 有可能走网路泡沫这一段 就是它会出现急跌之后反弹 反弹之后再度回撤之后才会再往上走高 所以以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 我觉得比较类似这个网路泡沫这个时期 也许不会连续亮出15个月蓝灯 但如果你要买股票看到蓝灯买股票的话 我觉得可能等到大概在明年的下半年 也许再亮蓝灯的时候应该就会有机会 因为目前市场普遍预期说明年全球的央行在下半年 应该它的货币政策会慢慢转为宽松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资金的一个压力开始解除之后 也许那时候蓝灯再买股票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点 你看过去几次灯号跟股市之间的联动关系 以这个来说股市先跌 跌到了这个区间的一半灯号出来了 然后再进行补跌 这一次也是股市先跌 跌到了一半的时候灯号出来了 然后再继续补跌 如果这一次也是这样子 我们股市已经先跌了 会不会接下来灯号 就是汉伟讲的 我们可能看到9个灯10个灯 说不定不是15个灯 但是在接下来就是蓝灯进场 买股票的最好时机点了 对因为我们讲说其实以普遍的预测 大家都预测明年可能第一季 第二季美股会出现在补跌的压力 台股也有同样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在上半年来看 你说看到蓝灯马上买股票 可能我觉得先可以停看 也许你就可以不要每个月都买 你就跳着买嘛 我一月份买一次 我四月份买一次 我七月份再买一次 我一季买一次 总会被你买到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整个 所谓看蓝灯买股票的话 以明年的状况比较难复制过去 就是你可能三个蓝灯 四个蓝灯去买 三个蓝灯去买 就可以出现很快速获利的状况了 OK 好 那买什么 比如说今天有个最新消息 日本的政府 他们已经宣布了 明年他们的经济最重要 怎么样救经济 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们要调升上班族的薪水 调升所有日本人的薪资 因为他们认为调升薪资 他们才会去消费 去消费才有办法来救现在的经济 所以台湾的政策 现在大家都在期待说还税渔民 到底无论是现金也好 N倍券 五倍券 十倍券都好 怎么跟着政策走呢 对我们讲说 其实明年因为这个 你看到经济的蓝灯 代表政府一定会有相关的作为 那目前因为货币政策部分 看起来是没有太大空间 所以要看政府的财政政策 对经济的刺激的力道有多少 那我们可以从目前 我们所熟知的一些相关的产业 来找当中的机会 那第一个 但是昨天大家都知道消息 兵役延长一年 所以代表说 可能这阿兵哥 他们一个月有两万多块 我觉得会刺激到一些消费的动人 而且既然延长一年 代表接下来国防的需求 从这个十一住行 从军工 我觉得都会带动整个预算的一个增加 那再来就是说 从今年开始 大家可以发现到 到2025 到2030 到2035 其实有陆陆续续的节点 那到明年的年底 全球会召开所谓气象的一个对策大会 所以代表说 我觉得2023年的上半年可能政府在这个节能减碳的相关政策 应该会加速了一个现象 今天还有一个十二项关键战略也正式的公布了 跟能源都有关系 好 那再来就是刚刚提到的嘛 因为我们税收超增 而且景气是亮出蓝灯 所以我觉得可能政府在明天的这个经济国安会议上面 应该针对一些刺激的政策 会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不管是真的要发现金 还是什么恩贝券 还是说明年有一些减税的措施 我觉得对整个刺激国内消费都会有一些一定的一个带动 所以在这三大产业当中 我们去找一下 如果有投信在加码 而且股价现行偏多的话 我觉得在这种产业题材助攻的情况里面 在最后这两个交易里面 可能都还有拉高做账的机会 还有机会拉一波 对 因为投信的筹码没有松动 而且政策的利多 我觉得都还是风口上 所以股价我觉得相对来看 是有一定的机会存在的 好 那机会难得 我们来看到这些跟着政策题材走的 哪些年底还有机会来博仙两天 对 因为我们就是以这个投信再买相关的所谓的一个题材股 来去做一个相对的分类 那我们来看一下 像在这个军工股当中 有这个钢铁股的龙钢 光电股的中光电 题材的部分龙钢因为订单人间度高 而且昨天关键有提到了 它可能特殊钢材的部分 有这个国防相关的一个需求存在 但不是马上可以看到 但我觉得未来有一些想象的空间 那刚投信在这五天买了4064张 那以龙钢今天的股价现行 它大致上还维持一个多方的轨道 是 投信的部分你看还在买 没有出现筹码的松动 那股价你看 大致上都沿着实现 维持一个多方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在最后这两天 如果说投信要拉高 做账的话 龙钢应该都还有机会 那你说明年它会续涨 那你就看明年1月份之后 投信是继续买 还是它开始做一些调节的动作 但我觉得就短线上来看 投信筹码没有松动 现行还是多方 都还是代表说 可能这两天里面都可以留意到 它有多方发动的可能性 所以这一档就看着投信做 对 OK好 中光电 中光电我觉得其实 它就是新的 所谓的无人机的概念股 因为它旗下中光电智能机器人 获选经济部的两款 无人机的开发厂商 而且今天经济部也公布 相关的无人机的订单 发现到中光电是当中 唯一拿到比较多的 因为有些拿到这个无人机 它可能只有七十几台 可能只有一百多台 但无人机的中光电 它是拿下各一千五百台的一个订单 代表我觉得它的一个获利 可能它的成长性会比雷虎来更好 所以股价你可以看到 它是在低档低位阶 这边看起来有点打出底型的一个形态 而且投信这边刚站在买方 所以可能就这种股价的现行 在低位阶的情况里面 如果明年有这样的一个军工题材 加进来的话 有一定的想象空间 但股本不是非常小的股票 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对它获利的贡献度 还是让市场有一点点不太敢做一个追加的动作 但整体上来看 我觉得位阶够低 而且法人刚刚的买方 现行这边刚开始占到所有军念之上 都代表说你不用急着追买 但像现行状况回到半年线附近 回到五日线附近的话 我觉得都可以去做一些低阶的动作 OK 好 那因为概念股价真的很热 元金 元金怎么看呢 对元金的部分 我觉得第一个它股性真的是比较难操作一点 就是可能涨了两三天 又回到起漲点 所以这种股票我们讲第一个先决的概念 就是说你尽量是等拉回来 站在买方 不要短样冲出去的时候去做一个追加 那题材部分 我觉得元金其实题材一直都很好 因为太阳能相关的抢装潮 而且未来在2023到2025 台湾的一个太阳能装机量会开始出现大增 所以对它来讲 我觉得其实业绩的长多题材可以期待 但你看到投信 最近站在买方买了4912张 但看到股价现行 我说真的就是不太好做 你看每次都涨一小段 然后就开始跌这种长黑K 然后涨一小段跌这种长黑K 这种要怎么操作 对所以你要留意到它的位阶 它现在你可以看到大概在这个年限之下 年限之下投信买 我觉得是可以留意的 年限之上投信买 你就会发现到买在相对高达 破线之后开始做一个停损的动作 所以目前我觉得它年限关卡附近 离年限月境不要追高 但回到这边来到季线附近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做一个承接的动作 因为投信它并没有出现筹码冲动 所以这种股票我觉得就是短线上 你可能在这个区间里面做一个操作 那等到明年业绩出来了 或说法人买盘开始加温的话 看有没有办法占到年限 再往前高这个突破 所以短线来看 我觉得是一个区间操作形态 好同样能源 也有这个政策题材中心电 对中心电我觉得就现行来看 是比较漂亮一点的 因为它题材我觉得是能见度很高 它接触了台电的大单 然后它除能的事业 创能的事业 目前我觉得法人都持续看好当中 那股价的部分因为它也是那种不是很好操作的股票 所以线型的部分 你看到它出现这种B型反转之后 来到前波的一个整理平台去开始出现震荡 但它多方的架构 我觉得是比较完整的 均线都是往上的 都是往上的 只是说你操作到底是要跌破十日线在买方 还是跌破月线在买方 我觉得就看一下 你的一个操作的心脏够不够大科 心脏够大科就五日均线就可以 十日线就可以进了 对那如果说你真的比较保守 你就是说我中心链中一天等到你回来 就等月线再买就好了 可能等很久 比如反弹上来 其实两个月都没有回到月线 对 但是现在其实跟月线越来越接近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盘氏不好震荡整理的时候 也许他有机会回到月线 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买点 OK 好 那在我们看到在整个一个所谓的这个恩贝券 消费券发现金 都会带动整个国内 我觉得消费动能应该能够增加 那只是消费股 里面有这个电商的股票 我觉得其实9APP是大家可以稍微去留意的 因为电商股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反正像MOMO 像东森 像网家 他们可能会有库存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今年可能因为 因应这个购入旺季 有很多的库存的压力 那等到到时候如果退货退不回去的话 他们就会造成库存的一个情况 产生这个财报上面的一些损失 但9APP他本身他没有库存 他就说如果客户他卖多少 我就从他的一个消费额里面 消费的一个营收里面去抽成 所以他本身就是做一个高毛利率 那跟着所谓客户营收成长的公司 那股价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投信也是在低档站在买方 那一样就是因为他是股本比较偏小 那筹码我觉得是有在近期出的比较大量 所以我觉得难度也比较高 你会发现他走势是不是非常的干脆 拉个一根一根黑 拉个两根两根黑 拉个一根再一根黑 所以你就是尽量买黑不买红 拉回再来买方 只要投信筹码没有松动 只要这个量能没有出现 所谓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爆量长黑之前 我觉得都可以做一个偏多的操作 那最后看到在这个圆摆 圆摆我觉得最近投信其实买很多 那圆摆大家都知道他的题材 就是周年庆之后就是元旦 元旦之后就是农历春节 而且今年好密集 很密集 然后马上就过跨年了 然后又喊家 所以今年可能大家会去排福袋 所以可能对这个圆摆来讲 我觉得业绩是连续出现了一个高峰期 那股价部分也是一样 投信最近开始站在买方 是连续的大马 而且他股价你觉得好像没有涨很多 但他不知不觉从20块涨到22块了 这样往上还有空间吗 我觉得就现行是一个偏多的现行 整个均线都翻扬上来 但这种股票我觉得都很看法人的一个心态 因为一般人不会去买这种股票 所以法人一直买 那你股价我觉得你顺势沿着无线偏多操作就可以了 但他就是要有一点耐心 买了你就放着 那等到法人开始转卖的时候 你再做一个获利出场就好了 所以他是买了就放着 等投信跑的时候你再跟着跑 那时间点可能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 因为他的旺季可能在农历春节之前就提前反应完毕了 所以可能还有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他可能还有比较偏多的空间 OK好谢谢汉伟 请先回座了 我们刚刚讲了好多这政策概念股也好 很多你看在军工啦 在一些传产啦 能源概念股也好 今天电子股其实有一些眉目 第一个成交量已经超过五成了 第二个好多今天都已经杀到比大盘更弱 已经破了季线了 所以哪一些个股 电子正在加速赶底 不止加速赶底 甚至于最近有一些利空 但是股价不跌 甚至有人在偷偷地吃货 如果遇到哪一种状况 就不要再卖了 免得被甩下车 休息一下 专下告诉您 请看